有多少人刷到过这个美女的变装视频的 刚开始是一身普通的休闲妆 突然就变身成了一个肉嘟嘟的性感美女 极大的反差感 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 这个小姐姐刚开始发布的都是一些 露脸的变装视频 然而流量却不怎么好 也许是受其他口罩博主的影响 于是突然有一天变化了风格 开始戴起了口罩 先是开门一身休闲装出来 然后扭动几下 就变装成了紧身连衣的性感吊带裙 修身的衣着 白皙的皮肤 再加上一双大长腿 瞬间就吸引了不少狼人的目光 虽然小姐姐看起来有点强壮 但是配上性感的连衣裙 给人一种肉嘟嘟的感觉 简直是毫无违和感 眼神犀利透亮 唇欲丰满满 视频一出 立马流量飙升 抓住流量密码的小姐姐 于是开始了这个方向的创作 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 网友们就喜欢看这个 于是粉丝也是蹭蹭往上涨 一个月的时间 粉丝直接突破百万大关 成为了一个网红变装博主 好几个变装视频被封身 爆红后 他就一直戴着口罩 所以很多后面看的网友 都不知道他真人长什么样 不过小姐姐也没有把自己编得很神秘 在日常的直播中 他倒是没有戴口罩 偶尔还会和其他博主PK挑战 但是看了他直播的真人之后 很多网友却不满意了 表示打碎了多少人心中的梦想女神样 小姐姐的真人颜值算是一般 甚至网友表示 他有点女生男相 和戴口罩的视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脱了口罩 气质简直完全变了 还有不少人表示 赶紧把口罩焊死在脸上 小姐姐也不生气 毅然我行我素地 继续朝这个方向的视频创作和直播 建议想看真人的网友 就去直播间 想看淳于峰的小姐姐 就看她的变装视频 希望小姐姐后期 能创作出更多风神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